好 来 三 二 一 开始 当时为什么会选择音乐去来做您的职业 热爱 刚开始的时候是觉得它能够让我在专业上面的全面性 还有在生活里面我也是觉得它能够让我非常地积极 对 它能够让我保持很多很健康的状态 因为我喜欢音乐嘛 所以它能够有很多东西还能走到我心里和心灵上的东西 大家好 我是音乐剧演员叶齐胜 哥德老师您觉得我们刚刚那一段最大的问题是什么 其实就是几个个别的词和音 它的那个发音不太准 但是呢不多 也就那么三四个左右 感觉你们课后是做了功课的 叶剧生把你的那个小超拿出来给大家看看 哇 妈呀 大家因为就说得不好 就是练法语的时候嘴巴倒不过来 就一开始因为要注重到一门语言的语感嘛 所以我说为什么我每次在舞台戏的时候是一件很有趣的事情 因为叶老师特别特别认真的开开心心的 对 他一个人就是很执着 他总是就是因为法语其实很困难 但是就是说他这个在琢磨这个词语跟角色细节方面 可能是我们这个我们正要讲达的我们这个剧目的唱判 就是一个特别特别的要把这种悲情 我们的重心全在这个作品里面 就是能够怎么样让他更好的一些东西 能够加持在里面的 我当然也会向他寻求很多的帮助啊 他其实之前有唱过很多法语的作品嘛 很扩张 因为他有那种悲悯 他有那种内力 他有那种热爱跟希望的东西 所以我觉得我们还是很愉快的 因为在性格方面 还有在这个演艺的经历方面 我觉得我们是一个互比 嗯 对 好的 看看 嗯 嗯 顺便 嗯 连夜又掉了很多头发 今天我演的是掉头发版的 巴黎声舞乐 月亮导致我头发了 谢谢哥们 我们这个剧目要表达的是 对故事里面的一个叫 Kashimoto的这样的一个人物 他对爱的一个表达方式 我们感受到了 他的很多的很悲凉的东西 在那一刻就进入到 这个人物的这样的一个世界里面 就是特别是悲伤的戏 就是你控制不住的 这个印象那个感觉 就是身上的那个汗毛 就是竖起来的那种 不由自主地去流露出来的那种感觉 那种真实的感觉 是让人很印象深刻的 我觉得大家都还是挺专业的 而且跟我来参加节目的 这个初衷各个方面 都还是比较贴合的 而且也认识了很多很多很棒的演员 大家都可以一起来完成这样的一个节目 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 剧目越来越多了 而且有些剧目的质量 也是越来越好了 这些歌的东西对于演员而言 它会让咱们这个就是音乐剧的这样的圈子 越来越严苛 越来越专业化 当然我们还不够 我们还要继续地丰富我们的本质上的东西 就是作品 包括音乐 包括内容 包括舞美 就是所有 这样演员才能够 这二八经一步一步地 是随着这样的一个音乐剧的一个发展 进步而进步 但是更多的 我是希望能够让观众去记住 这种我们音乐剧的魅力 我希望让观众们看到 我更多的进步和可能性